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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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開始就講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就是這樣 實在這個課程 即如所講的 是很多位專家 今天我只是嘗試做一個概論 究竟我們這個課程 所設立的目的、目標 和想做些什麼 我相信我們今天這個課程 主要針對特殊學習需要 或者特殊教育需要 英文叫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簡稱SEN 在開始點題之前 我作為一個兒科醫生 我相信主要的話 我也是會 嘗試在兒童發展的那邊 來將這個問題和大家帶起 主要就是這樣 我想跟大家講講 小朋友的基本發展的原則 是怎樣 因為我們知道沒有兩個小朋友的發展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知道 而同發展一個連續不斷的步驟 亦都是一個全面性的過程 意思全面的就是 我們很多的發育 不是說一樣的 我們是說很多方面的 所以各方面都要去正常 才叫正常 哪幾方面 我不是一會兒會跟大家講 第二 我們每一個小朋友都要有 獨特發展的規律 那支序 各個小朋友都一樣 你一定 初初軟頭突軟頸 跟著頸 開始硬 人開始會坐 會站 然後才會走 這個支序 每個都一樣 但是速度 就不同 所以我們要講小朋友的發展 一定要知道小朋友究竟是正不正常 是要熟悉小朋友的發展模式 我們知道很多在我們發展過程之中 很多不同的技巧 是視乎我們大腦神經的成熟程度 我最喜歡拿個例子就是這樣 現在很多個家長 一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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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亡子成龍 最喜歡的就是誇考自己的小孩 多厲害 我經常聽媽媽說我兒子是怎樣的 我十八個月開始訓練她的廁所 有些說不是我還十二個月 如果不是我九個月 我就說四個月開始訓練 大家知道四個月是不可能的 因為如果你想訓練一個小便 它起碼膀胱要夠成熟 它的身體機能夠成熟 才可以控制 才可以 這個所謂要發放治癒 這個起碼最快 都要十四至十個月才到的 所以我們都熟悉每個不同階段的成熟程度 我們就可以幫到 就是這個意思 另外亦都說 很多時候我們初出生 有些所謂的本能反應 但是跟著本能反應消失之後 才會有隨意的機能 這就是為什麼呢 最簡單 就好像一個初生 最初幾個月底的首歌 如果把東西放在他的手裡 他一拿著就不放 這就是本能技能 這叫做 Palmar Grass Reflect 即是手掌的本能反應 如果在他的反應之前 他不會去拿東西 不會放東西 通常什麼時候呢 等到他第一四五個月 這個本能反應沒有了之後 他的手開始可以靈活動的話 他首先開始拿東西 所以五個月六個小 他開始會拿東西 就是這樣 那這些下面都是一個 就是身體裡面 有一個 腦神經的成熟程度 管理你的速度 以及本能的表現 我們也知道兒童發展 發展方向通常是頭到腳的 就是腦先到腳 反過來 如果不然變成 我們會訓練出一個人 就是四肢發達 頭腦簡單 所以頭一定行先腳的 另外我們也知道 個別反應 你會取代全面性的身體 那是怎樣呢 如果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八九月的小孩 如果你看到他 他很開心的 媽媽在那裡 他很開心 通常呢 他的頭仔會樂起 條腰彎起 手腳動動 大聲笑 大聲叫 如果當時你要測 他的身體的反應 他的脈搏是快了 呼吸是快了 甚至瞳孔都放大了 這叫做全面性反應 但是呢 當我們成熟過程之後 慢慢的話 我們的反應 比較上是個別的 例如他的在座 各位 你們如果開心 最多笑一下 你們不要笑到成山都動 成山都動 成山都動 就是不成熟的意思 我相信大家在座都很成熟 我看不到誰是在做這件事 第八個 就是我們知道我們人類是厲害 但是我們自己天賦出來 比其他動物在我們那個動物王國裏 我們很多人不教他們厲害 所以故事呢 譬如 鳥仔會在天空飛 魚在水中游 很多毒物跑得很快 我們人 如果用自己的體能 做什麼都不能做得到 但是我們很聰明 所以我們能夠用我們的智力 來創造一些東西 來克服到這種天賦能力的行制 所以我們做飛機 我們做車 做船 我們能克服到這件事 而我們更加厲害的是 我們利用自己的智能 能夠將以前用不到的地方 去大氣墊波 我們慢慢應用了 令到可以 現在我們這些墊波 可以做傳達訊息 做娛樂 做其他的用途 所以如果在小狗歌發展過程之中 如果小狗歌如果有些反常 即不是做一些對自己好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不正常的行為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在小狗歌發展過程之中 究竟遺傳因素比較重要 還是環境刺激比較重要 我們作為一個移科醫生 我就會認為 遺傳通常極限了一個人的潛能 但環境因素可以令到刺激 可以令到達到最高的潛能 如果兩個因素 如果你想用百分比比 就根本很難解釋出來 但如果作為一個移科醫生 我相信在座各位也會同意 就是這樣 兩個因素之中雖然一樣很重要 但環境因素比天父還要更重要 為什麼呢 你已經出生了 你已經在這裡 你不要再生過了 所以剩下是我們在環境中 來啟發的小狗 故此始終是環境因素啟發 也在座各位在做這一樣 日常都在教育、學習之中 教育孩子給多些環境 讓他們多些可以接觸 學到多些 這就是這個原則之一 最後一個就是 一個人的成熟程度和環境經驗 相互相成 雖然你看到論語 孔子也說生而知之者尚也 何而知之者遲也 但在兒堂發展學上 是沒有這件事的 無論你怎麼聰明都好 你一定要曾經接觸過那件事 你才會懂 所以教育是很重要的 環境已經是一個很完善的 教育環境 所以我們首歌 生長和學習是很重要的 我們又再講一講 我們經常都講自己 問問知靈究竟我們 有什麼獨特的生理特徵呢 如果歸教於我們人類的生理特徵 不如是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有一個直立的姿勢 而是直立的 令我們可以站在那裡 靠在那裡 靠在那裡也行 同時我們因為是直立的 我們可以站在那裡 雙手都可以做事 不同的動物 要四肢的話 它要是跑也要停 但是人可以一起做事 所以這個姿勢 令到動能方面發展很好 第二呢 就是視覺很好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 通常視覺 看遠、看近都可以 同時也有些靈活的指頭 令到我們可以用一些很幼細的工具 另外我們也有些口語 即是有些語言 大家可以溝通 同時就是這樣 我們也有高等台複雜的社會文化制度 當我們的寶寶出生之後 我們懂得怎麼治養它 撫養它、教育它 而帶它來 將這個很複雜的社會 讓它可以適應 這四樣東西 或者大家都說 沒錯 是對的 但是很多動物都有 你好像直立 大聲聲也站著 視覺很多動物都看得很好 口語 我們知道 雀仔也有語言 不是公野場 也不會聽 跳語 至於高等複雜文化 我們從小到大都讀那隻燕絲 都說 梁尚有相義 就是這樣 即是說大家 那些燕子怎麼撫養大的小燕子 這是對的 動物是有的 但是同時有四樣東西的動物 就不太多 人類是唯一的 是有四樣東西在一起的 所以當我們說 弟弟的發展學的時候 我們就很專注這四方面 所以我們假設說 首歌的發育發展的領域 我們第一樣說 就是活動的機能 即是大肌肉的運用 第二樣東西 就是視覺和靈口的動作 這就是眼手協調 第三樣東西 就是聽覺和語言能力 第四就是社會行為和心理發展 這四樣東西合在一起的話 就是構成了我們發展的領域 剛才我在發展原則說過 要全面正常 就是這四樣東西都要正常 缺一而不行 所以在這裏帶起一個題目 就是這樣 我們說發展正常 四樣東西都要正常 所以任何的社會歌 如果這四樣之中的一種 或者多過一種 如果是不正常的話 他們無論在日常生活之中 或者在學習 或者在接受教育方面 他們會有問題 如果這四樣東西不妥的孩子 就會構成 會需要接受特殊學習的服務 也需要我們幫助他們 或者我們也跟大家講講 在醫學上的一些統計資料 我們說一首歌的大腦的體積在生命的頭三年 已經完成了百分之九十 他的知性和智力在生命的頭四年 也完成了百分之五十 而且一首歌在三歲至三歲半的高度 就等於他承認的高度的一半 換句話說一首歌如果是三尺 如果是三尺的話 將來是六尺高 而那天只有兩尺 將來只有四尺 那四尺很矮 所以大家的問題 要記住 早期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手有差池已經很深遠 接著我會和大家帶入我們今天所講的課程的問題 就是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問題 首先我們再開始講的話 我會尤其嘗試 上一個經常都爭論的問題 就是究竟什麼叫impair 什麼叫disability 和什麼handicap 我想這三個字 如果我查過Oxpo Dictionary 這三個字的意思實在是一樣的 都是說disfunction 即是功能不足 但是當世界衛生組織1990、1980年 開始建議這一個定義的時候 它自己是一個定義加進去的 這件事在香港 我現在問我知有識的同事專家 問他們這三個字的中文怎麼譯 他們說沒有辦法譯得到 因為根本上那三個字不能譯 以這個就譯 我剛才說 Oxpo Dictionary 說這三個字 根本差不多是同意詞 但我嘗試現在就用世界衛生組織 就是喘息這三個字的意思 和大家分享 第一個 這個impairment 我嘗試叫做損傷 這個就是表示一個人 因為他或者有疾病 或者有病患 令到他有些功能上不足 而這個功能上 在器官的層面 影響到他的器官層面的功能 第二個就是disability 我嘗試叫做障礙 障礙就是因為通常多數impairment 就是沒有辦法補償到 所以令到在過行層面受到影響 第三個字就是handicap 即是叫做成障礙 這個就是功能不妥 令到在社交層面受到影響 這三個字是說一個不同層面的影響 我們作為如果對弟弟是有一種承諾的專員人士 包括在座的老師 我作為一個醫科醫生 我們的目標就是 就使用這首歌 如果他真是最好的 健康沒有病 如果病 盡量希望那個病 不要變成impairment 如果impairment 不要變成disability 不要變成handicap 換句話就是 減少他因為某一個病 或者某一個病患 所構成不良的後果 我們今天在這裏講多細 就是想盡量避免這種情緒的存在 或者發生 我們又講究竟特殊學習需要 究竟這件事是說甚麼的呢 即是在法律上 全世界在先進國家 在美國 在法國 在澳洲 在英國 都有法例 我們香港都有 實在 或者我今天嘗試時間 不許和我和大家講了這麼多 那我就嘗試拿大家熟悉的 比較熟悉的 英國的法例 英國的法例 目前他們用的特殊學習需要的法例 就是1993年教育條例 第三部分 Educational Act 1993 就是Act 3 就是這樣 裡面 這就是目前他們所用的法例 它就取代了1981年 即是成二十年前的教育法例 實在這法例 主要就是 基本上想提供的實務守則 為所有服務團體 提供有關健康、教育、社會服務 和特殊學習需要早期識別 評估和介入工作的執行指引 換句話,你現在在說 就是這樣 即是告訴你 這個問題是需要多元化 帶有多方面的關注 帶有一個既定的程序來處理 我們只是說 究竟那個定義是什麼呢 究竟什麼叫做特殊學習需要呢 主要它沒有很簡單 但它凡指任何一個小朋友 如果學習有困難 而需要得到特殊服務教育 就是叫做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 實在這裡有兩個主題 一個就是這個小朋友 學習的時候 是有困難 有很多原因 但如果那些需要得到特殊學習的 就是有特殊學習需要 或者再講講 究竟這些所謂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 有什麼特點 通常這些小朋友 他們通常 就比大部分同年齡的小朋友 有特別嚴重的學習困難 而這些困難 會妨礙到這個小朋友 通常響揚同年齡小朋友 所適用的教育設施 令到 即是在我們叫做 Mainstream學校 他們如果就這樣下去 他們是不太適應的 所以他們會給多一點東西 教一教他們 而另外一類 就是在五歲以下 就是附畫面上的描述 但是未獲得特殊教學會 會已經變成上面 即是我們看到這個人 雖然他未開始入小學 但如果我們已經看到 有些指標 有些先兆 總是這個小朋友的可能性 那我們開始 就是要識別到他 幫他 在這裡我想帶給大家一個概念 現代以前 我那個時期 教育就是入學 讀完書 拜拜 我教育就完了 現在不然 大家都知道 是終生教育 教育是從出生 一直到我們 只會獻上帝的日子 就是這樣 學前教育是很重要的 學校教育很重要 但是持續教育也很重要 所以整件事 現在變成 所以故此 正規的教育 即是學校 變得更加重要 為什麼呢 你要除了教那首歌 懂得懂 你還要準備 將它將來可以 繼續有一個自己 有一個藥狼 去繼續持續學習 所以變成現在的 教育的重量 是重很多的 但是這件事 我相信在這個 特殊學習 這個 需要首歌的問題 一樣 我們除了要幫他 或者一會兒我會說 我們將會幫他 來適應這個社會 這也是我們做成年人的職責 或者特殊教育服務 包括什麼呢 通常兩歲以上 和本區主流 和零年必要 或者需要強化的教育服務 但是兩歲以下 任何一個教育 或者學前教育 我們也包括了 或者嘗試跟大家說 這個問題究竟有多大 根據外國 各個國家 都有自己的統計數字 香港到現在 我們很微有一個正確的數字 但是我想根據外國的經驗 加起本地自己 即初步 大家的經驗 我覺得香港的約數 第一就是這樣 就是我所說的下面 這些是否說嚴重 即是那些不嚴重 我沒有包括 第一好像特殊學障 大家如果聽我說過 經常都說特殊學障 這個實際 如果你說 發病率 是第十至十五個百分比 第一 我講五個百分比 我講嚴重 就是這樣 這裏就包括了五個百分比 過度活躍的那些 就有五個百分比 智障 就是三 聽障就是一 情處行為一個百分比 體障就是0.2 視障0.2 和自白症0.1 如果全部加在一起 就是那個王子 就是15.5個百分比 記住我再講 這些是說嚴重的 不是說輕道 輕道的不包括在這裏 一看來 大家覺得這個問題也挺大 所以我覺得 剛才剛才一開始 一開始說 我很多謝各位老師後長 過去對這堆弟弟的照顧 因為很多 現在我們知道 現在香港的學校教育 大學校教育 不是家學校都有的 但是你們每天都對著 也都循循善有 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說 現在的融合教育 我們包括了什麼 實際上就是 綠色那幾種 我們現在只是包括 智障、聽障、情緒行為 體障和自白症 對不起 情緒行為沒有包括 就是這樣 是那五個綠色的 這五個合起來 實際上 根本上智障我們不是全部 我們都是輕道智障 包括融合教育 實際上 這裡合起來 只有三個幾% 實際上只有十二點幾% 的話 我們目前的融合教育 是沒有含蓋的 這方面 大家看到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說的 不是融合教育 短責 是說整個學習需要 教育需要的問題 就是十五點幾% 或者這個服務宗旨究竟是做什麼呢 我們希望和 以及 社會的社會的家長 照顧者 同力合作 實際上這方面 我們最終想怎樣呢 我是要確立一個 專業人士 學校 和家長的夥伴角色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問題 不是某一個人的職責 是整個社會的職責 而我們作為專業人士 各位作為老師 家長 大家都要責任 大家要通力合作 沒有推壞某一個sector 做不對的 最重要是 及早辨別和懲斷 同時 最重要是早些教育 因為通常都知道 要早些介入 是可以加強得到教育的後果 亦都可以等到 得益於現在的現代的教育 這個就是 醫療健康的需要 教育和社會的服務 而且熱光支援都很重要 同時也確定長期和持續 支援服務的重要性 因為不是說 一時衝動 做一輪就可以 這個是持續 持久 而是永恆的事情 我們有幾個特殊的口蕾 就是在香港做這件事 第一件事 我們主要是特殊教育 通常會 一定是及 某些價值觀 社會公義 資源分配 實證為本的服務 以及專業水準的配套 但這件事在香港 或者問大家 覺得我們的四方面 我們是否已經具備 我告訴你 四方面都具備 雖然現在 在二方面 我們暫時 受到經濟的影響 暫時我們可能有些困難 但我想這個問題 應該遲早都會解決 如果假設這樣說 我們四方面 都很提前 至於特殊教育的涵蓋層面 實際的層面 應該包括全部 從很明顯 好像看仗 視像 一直到 忍悔的層疾 好像我們說 特殊學習障礙 都全部包括了 而且我們要明白 這些層疾 如果我們不好地打理 是會影響到 學校學習的情緒 是會舉得後果的 同時 我們也要明白 每一個小孩 我們統稱他 特殊學習需要 實際的問題是不同的 所以明白 每一個小孩的問題 有些財司教 他才得益 不是說 我給特殊學習需要 給你服務 你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經常說 我說看一模 你是不是給我眼鏡 到底 你現在都不知道 我究竟是近視 遠視 老花 你要知道我是什麼 評估清楚 知道什麼問題 嚴重性 你才能給我一個 好的配備 我們也說 這位小孩 究竟他們有什麼 法律上的權利 這件事 就要說 聯合國高峰會議 在2002年5月 兒童權利公約 他裡面說的兒童 說得很清楚 小孩 從生存基本條件 安全環境 家庭溫暖 以及接受 繼續提升思維服務 以及有機會參與社會 這幾件事 你問問現在香港到哪個階段 我們現在目全大約 就到第四 我們一二三做得很好 從第四開始 我們在做教育和思維 提升機會 這件事 我們到現在都做得不錯 挺好的 希望大家 白色光頭更進一步 做得好 第二條例 就是香港平等層 歧視條例 教育守則 這個 我們知道 現在有一個平機會 就是這個條例 這件事 詳細的含義 一會兒 我的專家 朱崇文博士 會跟大家做一個含義的分析 我便在這裏說 另外一件事 就是全世界的政府 包括美國 香港都說 一個不留的政府政策 聽出來這句話 這句話 這句話很動耳 也很動聽 聽起來很感動 但我們知道 這不是一個口號 究竟它說什麼 就是這樣 實際上 一個政府應該含蓋的項目 每一個首歌都要盡力 吸收到知識和技能 可以觸進個別首歌的強項 和啟發到終生學習的機會 第二件事 作為一個文明社會的話 我們香港應該行為 免費強迫 我們正在做的 實際上 和對未能在學校 課室得到特殊教的兒童 承登法律責任 這件事也政府正在做 不是今天也不會有這個課程 今天這個課程 多虧香港特區政府 教統局大力的吹曲 才能做到這件事 這就是我們政府 對我們的首歌的一個承諾 證明我們政府 是一個好政府 我們現在對這首歌 究竟要做什麼呢 就是這樣 我所說的 實際跟著我的同事就會說 是不是這些 我很快就會說 第一就是當然是建立的支援 包括後來後外行政架構 和專業人士的配備 同時更加需要提供多層次的這種服務 來強化課室教授和課室對老師的支援 同時也有個別教授和特殊教學校都很重要 另外就是行政架構的目的 就是一定要提供學校行動的清晰指引 以及監管的成效 和確保學校對學生的資源配備 同時也有專業的配備 以及能夠提供多層次的服務 等到這首歌能夠真正得益於這個特殊學生需要的服務 我們這些弟弟的實際現在最急需的需要 第一就是要早點的識別 透過老師、透過專業人士 第二也要正確地肯斷 鑑定弟弟的特殊學生的需要 同時還有這件事 我剛才說的要長期監察 以及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他們的功能在口試上 給他們適當的適調 我試一下我所說的事 我想試一下做一個小件 究竟香港如果我們做這方面的服務 應該包括什麼環節呢 第一個環節當然是公眾的醒覺 及早辨認 障礙的討斷 評估的能力 以及最重要的是 飾調的措施和校安排都很重要 再一步就是我們要在公開口試和大學教育那邊 給予一些機會這首歌 接下來就是他們將來的就業機會 以及我們目前的教育行政和法律的配套 最重要的是我們還要看如何幫助他們 融入社會 這也是很重要的 首先我們這個課程 我剛才一開始就在講 是一個很短期的課程 那麼我們的目標 目的想怎樣呢 實在這個課程 最終我們希望能夠提升意識 但是這個課程本身是不可以足夠應付特殊 或者普通學習的需要 這個題目呢 只是希望呢 帶起大家在這方面 有比較連貫性的思維 就是這樣 我們希望將來 在未來將來的話呢 我們希望呢 這個課程可以和其他持續培訓的課程 含折 來得到呢 希望有些更加 然後有些更要系統 有重點內涵的課程 可以和這個課程含折的 同時也都呢 我希望大家明白 這個問題呢 是多方面 多餘化 多專業團體的需要的 即是參與的 就和他們做一些要針對性 不要太過廣泛性 就是 同時要評估這個 這個課程含折或這個問題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在職有一個培訓的後能 和強化專業人士培訓 對這方面的影響 那我相信呢 最終呢 就是這樣 在這裏呢 我都要再次要多謝 教統局衛生署署長 就和呢 教統局國委官長 以及呢 國委講師 和這個講義 最重要的是 在座各位 今天和我們參與 同時要多謝呢 我們的專業策劃 meeting planner 和我們做這個 策劃這個課程 在這裏我們很多謝他們 如果這個課程呢 的成功 又會有很多位的幫助 那我們知道呢 教育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想同一個手 培植他們在從事 在身體、心智、人格 和思想方面的修養 讓他們日後也成為 社會上一個充滿自信 自立 知足、有愛心 和有一些社會 人群的一份子 實在這一個呢 不是我作出來的 大家如果看來很熟口 很熟悉 這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 所謂一個人的健康定義 亦都是我們全部呢 作為呢 培植小弟哥的 專業從業者的一個 共同目標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在這方面呢 大家加冕 那這裏呢 我就多謝各位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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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論呢 就講完了 今早上 實在呢 就和我一齊講 還有幾位專家的 或者 嘗試一下介紹一下 我這幾位專家 第一位呢 就是 香港教育學語的高級講師 阿閃權豐博士 閃博士呢 一會兒會和我們大家 討論 學校裏面 怎樣可以 有些策略性的 就是教育的服務 給你了 同時會介紹 那個文卷給大家 那跟著呢 我們就會 跟著呢 這個 評基會的 高級評基主任 朱崇文博士 會和大家講講 就是 層質四次條例 教育守則 的含義 那跟著我會請來 兩位後長 一位是 許俊儀後長 和林遠森後長 和大家分別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在中學 和小學 在這方面的心得 那現在我就會 將這個 麥克風交給阿閃博士 繼續請阿閃博士 就是那個 專題的演講 多謝